各位同学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 我是Stan电脑老师 欢迎大家又来到 Stan老师的网路直播教学课程 今天是2022年的5月11号 星期三的早上 我们长期以来 在网路直播教学 都是教导同学们 日常生活实用的一些技巧 也能够希望同学 在学到这些技巧之后 能够解决切身的 每日碰到的问题 那老师透过在这个教学的 让大家理解这个软体或硬体 这些智慧型设备的方面 不管是电脑 手机 iPad 等等这些东西 能够让大家能够很轻易的来使用它 那老师也教大家很多的操作的步骤的技巧 可是每次老师在上课之前 在教导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操作这些动作的时候 老师一定会讲解基本的观念跟整体的架构 那老师这样子做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同学在操作这个实际上在操作电脑手机之前能够先以理解为前提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从小 从小baby开始就接触到电脑 那现在年轻人不需要这种理解 可是我们比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世代的 或是中老年人的朋友 就需要以理解为前提 再去学习怎么样操作电脑的步骤 或是手机操作的技巧 那老师都会花费很多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基本的观念 以及重要的一些概念 甚至老师也会利用一些图表来跟各位用透过这种比较清楚的架构图 能够把一些复杂的观念 复杂的一些 不管它设计上的 或是平常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操作的动作等等 这些我们透过这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图表 画环为简 能够很轻易的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在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学习这些操作的技巧 那老师希望透过这些重要的一些观念 跟各位讲解之后 清楚明白的讲解之后 各位就可以很轻松的能够学习 也能够有信心的去面对日常生活 碰到的各种的问题和挑战 那自从老师上个礼拜开始教大家在手机上使用这个File 就是档案的App 之后 同学们有一些给我的回馈跟反应 我认为同学对这个File App的理解有点点误差 那这就表示我们在使用这些App的时候 那我们在强调这个File是一个App 那这个File App不等同于这个File 所以我们讲档案跟档案的App 档案的App是两件事情 请各位不要把它混淆 如果我们在美国讲到File 这个英文单字 其实它是很多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每年4月的File Tax Return 就是我们要去申报嘛 这是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电脑上会看到File 它是一个档案 一个Data的集合 它有File Name 日常生活很多工具 比如说错刀也叫File 或是我们去排队 也有的时候我们讲File 一个很多很多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 尤其我们在英文这边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动词跟名词 其实意义是差很多 而且就算是名词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很久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我们影印机刚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Zra Zra是一个品牌 可是老美久了以后就是去影印这个动作 这个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动词 去影印这个动作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老师以前在美国公司上班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状况不明白的时候 去询问那个老美的同事 老美同事常常就教我一招叫做Google it 也就是说Google本身是一个名词 也就是谷歌的网站 可是在老美把它当作动词用 就去search engine去搜寻你要的解答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Google只当作一个名词 它同时也是一种动作 要看你怎么样去使用 同样这个file可能是一个名词 可能也是一个动词 可是我们在这边讲的file跟file app 又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在手机上使用file 请注意这个file app 我们通常都会讲到是在iOS 或是iPhone、iPad上使用的file 可是我们在现代的手机 不止只有苹果的iPhone 也有所谓的Android Phone 还有其他的 那如果你是用Android到Google Play Store 也有一个file 那是forGoogle 所以我们讲到file在app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界定 它是一个APP 这个APP它是装在我们iPhone里面来使用的 等一下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讲解 这个file app怎么使用 上礼拜我们有稍微基础的交代一些简易的 基本的操作 可是今天我们要更进阶来介绍这个file app 可是如果各位对这个file app 这个本身不是很了解 而跟我们电脑上的file名称搞混的话 那就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老师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来把基本的东西来跟各位先沟通一下 免得各位在越学越多的时候 很多东西变得四四而非 也就是我们常常开玩笑 张飞打月飞 这个不可以 我们每一个名称都要很清楚 那它后面所代表的概念 是什么 你如何去理解 还有相似之间的比较 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理解 那老师长期以来都会给各位一个三层架构图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三层架构图 好 我们常常会讲到 三就是这个 我们电脑或手机上面有三个layer 硬体软体还有data 那两条就是我们上网 还有一朵云 那我们这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云端的server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名称搞清楚 为了让各位搞清楚这些名称 老师准备了一些卡子来提醒各位 第一个我们讲到app 各位什么叫app 我们在这边会看到一个app 它是一个app application program 这个叫做中文叫做什么 应用程式 好 那我们常常在讲app app跟这些云端的server之间又有什么差别 那讲到server的时候 我们要来问大家 什么叫做server server很简单 我们叫做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跟app又有什么差别 我常常看到同学们在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把这个app跟server或是service搞混 那我们也顺便来学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常常要上网上网的时候你都会看到web 不管是website或web page 也有看到link 有时候你会甚至看到url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web就是一个网页或是一个网站 那link就是连结 那url就简单理解叫做网址 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 我们很快来讲一下 老三是要借用这个图表来跟各位讲解 我们讲到app就是安装在你的电脑或是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是在OS之上叫做progress 那如果完整的讲叫做应用程式application progress 有没有因为它装了很多 它跟上面的server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不一样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这个app在电脑上 你需要一个app你就可以连上网 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 请注意在电脑上我们需要装一个browser的app 我们通常都会教各位使用google.com 这是一个app 连上去以后你只要有网址 你就可以连上某一个server拿到它的service 注意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教各位在电脑上使用的一个架构 可是如果各位我们开始学手机之后 手机上如果我们要去拿到网站的server上面所提供不同的service 你就不用透过google.com 因为你可以单独用它的app 也就是小程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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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程式直接连到server上就可以提到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电脑上 请注意在电脑上我们要看youtube影片的话 我们就会打开google.com 当然你也可以在电脑上 有的电脑你可以单独装个youtube的app 可是我通常没有人这样做 通常老师也不鼓励 因为你在电脑上用browser就可以做很多事 包括你看youtube channel上面的影片 可是如果我们在手机或者iPad上 我们通常都不会在手机上打开这个browser 你是直接安装youtube的app 你就可以连上去 各位理解这个明白 一定要明白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手机通常都会用很多的小的程式 叫app来连上server 所以我们就必须先理解这个app跟server 在手机跟在电脑上它是不同意义的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各类云端架构图的时候 老师特别强调这些service都是所谓不同server提供的 千万不要跟app来搞混 app是装在你电脑或是你的手机或是平板iPad里面的小程式 连上去都是拿到它的service 所谓连上去是连到某一台server 所以当我们在理解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解释file app跟file的差别 刚刚我们已经有讲到file跟file app 在电脑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或是在手机上 这个三层架构最上面叫data 所谓的资料层 这个资料层在电脑或是在手机里面 在每一些资料的基本的单处理的时候 它不可能让你去处理到每一个bit或是bit 你通常都是一个集合 这些集合都资料的集合 就只要做一个file 一个档案 请注意 在电脑或是手机上 的确是有档案叫做file 可是它不是app 这个app 我们通常都会 这个file app 通常都是指在iPhone 或是iPad上 所使用的app 它来处理 oOS 也就是iOS 或是iPadOS 的档案 所以这些档案 透过这个file app 来处理 所以这个有点绕口 透过档案 app来处理档案 这个iOS 上面的app 叫做file 千万不要档案跟 档案app搞混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架构图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老师已经把它 画在这个 这个图上面 我们之前讲到三 三种语嘛 储存语 应用语 跟社交语 那我们把这个 上个礼拜开始学 还有这礼拜要学的file app 把它放上来之后 各位就可以看到在这边 它是在local这边 而不是在云端 它是装在iPhone 或是iPad 里面的app 所以这个file app 它在处理 这些 这些 里面的data 这些data 这些data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就是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那当它连上 这个file app 连上去的时候 因为它是苹果家族的 app的 所以它主要是连我们的iCloud 它的储存云 是iCloud这边 为什么要画到下面 因为在这边老师有画 iCloud这个server 它提供的储存的量 是有限制的 一般免费的一个Apple ID 它给你的一个账号 只有5GB 但是据我观察 在美国或在台湾 有很多的学生 他都会去购买 在苹果的server上面的储存的容量 所以我们在美国 每个月 缴1块9毛9美金 就可以从5GB 升级到100GB 所以如果在这边 各位知道 这个storage的 这个Y轴是storage 从5GB一直到100GB 如果你不付钱 像老师是没有去升级 所以我只有5GB 所以这朵鱼 它是储存云 可是它的位置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的容量有限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 已经付了将近2块美金的话 它就会升级到100GB 所以它就可以储存比较大量的 那老师比较建议同学 在不明白iCloud使用的之前 你还没有学会之前 可以先不用花这笔钱 先学会在5GB怎么操作它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透过这个File App 请注意 这个File App是在Local端 而不是在云端 那这个File App 它还有一个好处 虽然它是Apple 它也可以连上Google Drive 所以这条虚线上去的时候 它是透过iCloud 可以bypass 就是绕过这个iCloud 它直接连到Google Drive 也就是说你的iPhone 你的iPad 如果打开File App 你也可以去抓到Google 家族里面的Google Drive的档案 各位这个架构是有点点复杂 可是希望同学先理解这个 等一下我们要进到电脑来操作 来讲解怎么样去使用它 但是根据老师的观察 我讲的越多 同学们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理解为前提的话 会越学越迷糊 因为把很多东西都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张飞打月飞 这个很不好 所以老师今天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架构 我主要就是提醒大家 File跟File App是不一样的 也就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看到Web Link跟URL也是不一样的 Web就是在Server上的网站 各位连上去看到网站网页 可是通常我们都会透过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叫URL连上去 那常常我们有看到一段文字 不一定是HTTP 它有时候做在网页里面 或是在LINE里面 它直接一个连接一点 这叫做Link 直接从某一台Server连到另外一台Server 或是从你的Local连上去 像这些东西老师都透过三层架构图 不断来跟各位解释 可是当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同学们往往会不了解它的本质 也不了解这个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差异 这样子就有点可惜 所以希望老师不厌其烦 透过这些图表来清楚的展示整个整体的架构 让同学更能够深入的理解这些基础 基本的观念 老师要最后再强调一次 像这些观念在别的地方各位学不到 可是据我长期观察 几乎我们每天在使用手机iPad跟电脑的人 99.99%对我刚刚讲的那些观念都不懂 甚至有些人是学电脑学了很多年 甚至Computer Science 都不见得把我这个观念能够充回理解 当然这不是我的观念 就是我对它的理解 只是把它变成很简易的一个观念 给各位很容易去消化吸收 然后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还是要花点时间回到我们电脑上 来跟各位讲解这个投影片 还有直接的操作示范说明 好 我们把镜头转到电脑上 好了 老师已经把这个镜头转到我桌上电脑的 这个投影片 好 那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赶快来讲解投影片 那讲义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上礼拜讲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先按一下播放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些 从前沿开始 然后我们今天延续上个礼拜讲的档案 这个APP 我们还稍微来讲一下它主要的功能 还有在介绍在iPad上怎么使用 好 然后搜寻跟管理档案 使用iPhone扫描文件 并自动储存到这个档案的APP 还有其他一些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可以多讲一些 如果各位对周围有问题的话 我们后续还有一些课程会再进一步的讲解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APP 这个APP 各位如果在iPhone或iPad上打开App Store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写一个小字 所以如果你是在APP Store去找到这个File 它是只能装在iPhone跟iPad上 Mac电脑或是Windows电脑是不行的 那另外其实各位 如果你是用Android手机 你不是用iPhone 是用Android 不管是三星或是用其他的 都是在叫做Google的Play Store 你也可以找到一个File App 这个File App跟App公司出的又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 我们讲的File App只是这个App公司出的叫Files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安装的时候 你可以安装在iPhone跟iPad 好 上礼拜我们有给各位看到iPhone上面的一些操作 那这些基本的 这个是从App Store上面揭露出来 我放在这边 为了节省时间 各位一定要有空回头来看一下 老师就不带大家练了 不过这个有一些重要的观念 等一下我会稍微补充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每一部装置 在一部装置上编更档案是 所编辑的会透过这个iCloud 这个中文叫做云碟 也就是App的家族上面的储存的Server 就自动 好 这个前提是你要使用iCloud 可是老师长期以来 建议同学们 在你不了解iCloud的时候 你先暂时不要去用它 因为你会产生很多的困扰 那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要使用File Apps 那就必须要在这个iCloud上 也可以去把它打开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就有讲到 使用iPhone iPad或是iPad Touch 几乎现在没有太多人使用iPad Touch 所以我们就不讲 我们主要是针对iPhone跟iPad 然后这些档案 包括Page Lamber 跟Keynote 什么叫做Keynote 这个现在做的头影片就是Keynote的档案 那这个主要是针对Apple家族 相对于我们Microsoft Office 叫做PowerPoint 这边叫做Keynote 那它的Page就是相当于Office里面的Ware Lamber就相当于Office里面的Excel 所以这些都是办公室的套装软体 还有其他的服务等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i这个File的时候 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在iPad上看到这个 iPad上看到这个时候 那老师会建议 在使用 在这个File 这个App 在使用的时候 最好是在iPad上使用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iPad的画面比较大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Color 在使用上会比iPhone来的更好用 iPad上 如何去使用 老师有把一些步骤来 列在这边 然后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练这些步骤 但是我们把它播放出来 各位如果看影片的时候 可以把它暂停 然后再回头仔细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操作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这些步骤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里就是我们这些操作的时候 再打开文券 右上角有三个点 点一下的时候 可以向左旋转 向右旋转 插入空白等等 这些 就是我们在iPhone或iPad上编辑档案的时候 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另外 这边特别强调档案这个APP 它并非支援所有的文件格式 也就是说 比如说所有的文件或是档案格式 它有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苹果家族有Kino Page 这当然都是没有问题 可是有些格式 有些影片 有一些多媒体档案 它是没有办法支援的 然后如果要用这个来标示文件 可以点一下这个符号 再依据自己的需求设定 更改档案的夹Folder排列 档案夹的排列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一些 比如说显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名称 日期大小种类或标记来开启 然后在上下排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图像 列表直栏 这个如果你是用 像我一样用Mac 这种电脑 这应该就基本要知道的 档案的管理 那如果对这个部分还不了解的话 以后我们会单独来 教各位 什么要使用Mac的档案 可是各位现在学的这个Files 这个App 是在手机跟iPad上 那我们还是要 先要知道 这个是有什么差别 接着来讲到 档案这个Files App的时候 它可以去让我们去寻找 在寻找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用键盘 或是开始新的搜索 在搜寻栏 按上这个圆圈查一下 打开结果 就是点一下它搜寻的结果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按回到播放这边来看一下 好 透过iPhone iPad 这个Files 就可以来个扫描 那等一下我们也要来做一个示范 给各位看一下 怎么样用iPhone来做扫描 当然iPad也是可以 只是我们通常用iPhone会比较方便 好 那在扫描的时候 我们按下右上方的三个点 然后它会有Scan documents 用iPhone来扫描 的步骤列在这边 第一步就把它打开 点下这个Documents 它就会跑出这个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的桌面上有电脑的键盘 前面我放了一个文件 它打开的时候 它会有Menu或是Auto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我把它从Auto改成Menu 它就会 如果是Auto 它自动去找出文件 各位可以看到 我放在电脑的键盘前面 电盘 它不会去变成蓝色的 所谓这个文件 这一本 各位可以看到 这本是什么 这是在美国的选举公报 来告诉我说 在6月7号要去投票 那这一个文件 当我放在电脑上的时候 把我手机的File App打开 然后去选择Scan documents 它就会自动抓到它这一个文件 各位我怎么知道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死了累的状态 所谓选取的状态就是一个蓝色的 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 如果你是选用Auto的话 它就自动去完成扫描 开始做 如果你是用Menu 你就按下这个什么 快门键 也就是说 画面会显示淡然的区块 自动侦测纸张的范围 完成自动拍照扫描 当我们用手动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误判 所以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 最好是用Menu 也就是手动 然后手动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文件 当我要扫描的时候 我把它放着这样子 扫描的时候 它在背景这个部分 它出现的边界 那我就会把这个圆圈 这个叫Handle 这个Handle的部分 把它抓到我的范围 它就可以去手动调整 你要扫描 这个文件的范围 然后再去Key Scan 我这边文字有讲解 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自动 自由调整四边的范围 就是我刚刚讲的Handle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四个点 就是这一个文件的范围 然后确认555 就按下Key Scan 就是保留扫描档 如果你是用中文的话 这边会写说保留 就可以继续再拍下 就是扫描下一张 下一个文件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更改 扫描的风格 什么叫风格 就是说它扫描出来 有不同的选择 所谓的彩色灰阶 黑白 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给各位的截图 就是黑白 所以按下去 这个三个圆圈 这边就可以去选择 这些不同的 那如果你是用英文 你就可以看到 其中有个叫Black and White 或是Photo等等 不同的风格 扫描出来的结果 就是根据你的风格出来的 那扫描完成以后 它就会存成PDF档案 各位可以看到 Scan Document 就在这边 这就是我扫描的结果 这一份文件的封面 它就存成一个PDF档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档案 什么时候扫描的 它的Size有多大 它的档案名称是什么 像这个封面 它扫出来 是两个Megabyte 的档案的格式 PDF的格式 那当然最好是 储存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个 资料夹存放 那我们会建议各位 去建立一个Scan Files Folder 扫描资料夹 Scan Files Folder 这个当然 我们在开始用Files App的时候 会有这个 这就是按照我们上 礼拜学的Files 这个App里面进去以后 要去Create New Folder 建立一个新的档案夹 或是新的资料夹 就按下这个 然后给它 档案夹的名称就可以 以后我们在扫描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在 这一个Folder 方便以后面来插着 好 然后我们就 进去以后 就直接可以看到 储存的结果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 可以把这个 扫描的PDF 通过比如说 AirDraw 通过一些Message 通过E-mail 或是LINE 微信 等等这些 去专给别人 那如果要扫描 一个文件或卡片 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说一个证件 名片 信用卡 也可以同样来使用 就可以单独的储存 好 那我们马上要来 做一个操作 那我们 还是先把结论 播放给大家 那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使用 这个File的App 能够 除了做扫描之外 还有善用管理 我们行动装置 上面的各类档案 刚刚老师在前 也有讲过 它就是来 管理这些行动装置 它主要就是 让你在使用 苹果的手机 iPhone 或是平板 iPad的时候 很方便的管理 这样就可以来 体会它的操作模式 跟它的价值 并可以解决 生活实际上的问题 好 那接下去我们 就要来做展示 给各位 为了展示手机上 如何操作 老师把手机 接上电脑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电脑的左侧画面 就是我们的手机的画面 右侧就是我们 投影片的画面 好 我们把它解锁 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在老师这个手机上面 有这个Files App 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打开Files App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 在底下有 叫做Browse 跟Recent Browse跟Recent 这就是我手机上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回到首页 这边可以看到 有连接Google Drive 还有其他的iCloud 还有在我的手机上面 好 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Tab 那我们按下右上角 好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投影片这边 用iPhone扫描文件的 步骤的操作 第一步要打开 开启档案扫描文件 并直接点击右上角 三个点 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有Scan Document 按下去 按下去 我就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的手机 就把我的镜头打开 也就是后方这个镜头打开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 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uto 改成 Auto 可以改成Menu 如果 各位 我们在键盘上面 这边有放一个文件 好 我们来 把这个文件打开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文件打开 它就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自动扫描了 有没有 它就自动扫描了 可是这样子 不是我要的 那我就把它Auto 转成Menu 好 也就是说我要按下快门 它才开始扫描 这样子才不会太多自动 好 我们翻开这个 选举公报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 加州的地图 好 加州地图 那在扫描这个 加州地图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 我手机上面画面 它出现一个蓝色的 好 那 因为这个图 我想要把它扫成橫式的 所以我把 手机转成橫式的 好 然后 调整焦距 调整焦距 好 把 手机移动 要到我的 要扫描的范围 好 那我就按下快门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指指这边 有个快门键 按下去 好 我给各位看一下 按下快门 好 它就扫描出来 好 然后我可以继续扫描 或是我可以 拉着这个 handle去 转变扫描的范围 比如说 左上角这边有点超出了 我就用 左手把它 这个范围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圆圈 我可以把它调整 好 它是一个矩形嘛 好 一个四方形 我就把它调整成 我要的范围 好 然后就 keep scan 它就把这个档案 存进去 然后我们再翻到下一页 来扫描 好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们再 扫一页 好 如果假设我要扫描 这个地图底下 还有些文字 好 我们把它拉上来一点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电脑的画面 它出现蓝色的 有没有 我把这个 手机的镜头调整一下 手机镜头调整一下 然后按下快门键 这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的手机画面 就出现四个handle 就是这个圆圈 如果我要选择 只是底下这个栏位的话 那我就把上面 这两个圆圈 拉下来 各位可以看到 用手指头轻轻把它调整范围 右手也是一样 把它调整范围 把这个圆圈拉下来 好 右下角的也稍微调整一下 左下角也调整一下 好 我把这个范围选好之后 我就可以按下 Key Scan 好 这样子 我就已经 选 Save for 有没有 四个扫描 我按下去 好 它就会储存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投影片怎么说 好 这就是刚刚我们做的嘛 好 然后 然后 它有说 可以去选择这个 三个圆圈 就可以选择 灰白 好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次 按下去 Scan Document 好 因为这个是 黑白的嘛 那我们来扫描 这个 这个是彩色的 好 彩色的 好 它自动了 好 我们把它改成Menu Menu之后 我可以在这个上面 这个三个圆圈 按下去 改成 Black and White 或是灰阶 灰阶 或是Photo 都可以 看你要做什么样 Color 都可以 好 那我们把它展成黑白的 然后直接对着它做扫描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电脑的画面 显示出我手机的一个情况 操作的情况 好 比如说我要 去扫描这个投票箱 按下快门 Keep Scan 它就会变成黑白了 好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本来是彩色的嘛 好 它扫描出来 因为我选择它的Style 就是扫描的风格 变成黑白 好 它就把颜色去 颜色去掉 只留下黑白 然后 就 按下DOWN 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很轻松的扫描 比如说我们要扫描 证件也是可以这样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投影片上面还有讲什么 好 储存为PDF格式 它是自动储存 所以我们就回到 回到那个 我们刚刚 所做的扫描的文件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它存在哪边 你就可以按下Recent 最近的 最近的档案 各位可以看到 Today 有三个档案 Today Today有三个档案 Scandard Document 3 这是昨天扫描的 这是七天前扫描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1 out of 4 好 1 out of 1 是第一个 好 好 这是其他的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扫描文件出来的结果 好 好 然后就可以按Done 好 好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它储存在 on my iPhone 里面 好 会储存在 class material 或是 在什么地方 scan files folder 好 那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事先要去建立一个 资料夹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再打开这个 on my iPhone 的地方 然后去按下右边三个点 new folder 好 比如说扫描文件 这边如果用中文的 扫描文件 资料夹 好 好 我就建立一个中文的按下完成 好 我就有中文的 好 打开之后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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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某一个文件要去移除 移动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按 长按 长按着不放 然后move move到哪边 扫描文件 这边 从这边要去 从这边要去 把这个档案移过来 点一下 按下 move 好 我再做一次 这个档案是刚刚扫描 这是昨天扫描的 好 我可以 对着它长按 它原本不是在我要的资料夹 所以我就要按下move 好 这个move 移动 移动的时候 我可以从它scan file folder 这是英文的嘛 把它转到这边 叫做扫描文件资料夹 然后最后按上 右上角的 这个动作move 它就可以移动 好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recen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files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档案管理 好 那我们如果回到 brows这边 好 我们如果要去 连结google drive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把google drive上面的档案去打开 好 比如说我们有提问单 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 利用这个file 连结到那个google server 好 比如说我们有提问单 就可以直接透过file 去使用这个档案 好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有iCloud 好 iCloud它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 Lumber Page 还有什么Keynote 那我在这边 如果各位对这些有兴趣的话 我们另外再找时间单独 在教Mac的时候 会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些Lumber Page 或Keynote 这些东西 好 那 也 我们上礼拜有讲嘛 当我们打开LINE的时候 就可以去download一些 这些档案 这个时候我们就share button 直接save到我们的file里面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iPhone里面的folder 那这folder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它的档案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file 这个app 来管理我们手机跟iPad上面的一些重要的档案 那请各位注意 其实老师在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 比较少会去用到files 常常会要用到photos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机经常来存的档案是照片 或是video 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容量的限制 那再加上如果我们现在学习到file 如果你对你的档案 很想要存在这个手机或是iPad上的时候 一定要先注意你的储存容量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来看一下 从settings里面进到geno geno里面有一个storage iPhone storage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file去存档案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这个 像这个是128GB的 我使用了83.1 各位可以看到photo app 我的档案用的不多 应该是这个部分 如果用了很多的话 你就会捉襟见肘 不够使用 所以各位知道 你在使用file的时候 它的容量是有限制的 尤其我们在iPhone跟iPad上的 这些容量都非常珍贵 所以如果你的容量快满的时候 你不但手机是不能使用 而且你的照片也不能照相 那档案当然也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常常要使用到云端的储存装置 把它丢到iCloud或是Google Drive 或是Evernote 或是Google Key等等这些地方 那像照片的部分 我就会丢到Google Photos 然后把我这个photo这边的照片 把它做一个移除 好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files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另外还有iPad的部分 那我们基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另外再找时间 但是各位这些在使用的时候 跟手机是大同小异 只是iPad上会比较方便 因为它毕竟萤幕比较大嘛 其实在使用上就比较得心应手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Q&A的时间 然后或许我们还会再安排一些更进阶的教学课程 那今天先把这个files app 透过观念的讲解 还有透过实际的操作 还有怎么样去扫描跟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使用不同的app 这些app可以处理档案的时候 通常都可以跟files这个app去做连结 做连结的时候就可以控制 在我手机里面的档案抓出来 然后透过这个app的分享 就可以传给别的帐号 或是丢到云端的储存装置 那我们今天讲那么多东西 那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一定要透过讲义 透过投影片来参考之后 透过老师的教学影片 然后各位一定要实际来动手操作 就会发现他在处理手机的时候 里面的档案要透过app 怎么样去管理 那有它的便利性 但是老师也要特别强调 也有它的限制性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理解它之后 才能去好好的操作使用它 那今天的课程先暂时上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进到Q&A的时候 还要跟各位讲解 回答一些问题 那祝各位学习愉快 身体健康 拜拜